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工廠大廈 一樣有刺激又好玩的運動 全港首屆氣槍IPSC的三級國際賽 邀請了亞洲區的實用射擊高手 來到香港一較高下 爭奪槍王之王的寶座 首屆氣槍IPSC三級國際賽 一共邀請到中國、澳門、中華、台北、菲律賓 和新加坡的射手來港參加 240位的射手一連兩日要挑戰14個場景 最終以標靶分數和完成時間 去看看誰是神槍手 其實本地的水平 以我所知 現在在世界上是比較最高級別的選手 因為香港來說 他的活動比較多 練習時間比較長 所以導致香港的選手 水平比較高 首扮亞洲大型的構思 就是希望香港可以舉辦一些 比較國際性的比賽 而從這個國際性的比賽 吸收經驗 希望香港可以舉辦更高級別的比賽 與此同時就說在這個比賽 我們會欣選一些比較穩定的射手 高水平的射手 希望他們明年可以參加折黑 2017年在折黑參加首屆的世界錦標賽 實用射擊有別於一般的實彈射擊 礙於場地所限 本地多數舉辦的室內實用射擊賽事 平均每個月都會進行本島的比賽 因此本地的射手水平都比較高 射擊來說 對一般人來說 好像很危險 但問題是 我們雖然是玩玩具器槍 但問題是 我們的訓練 或安全條例 跟足實彈指引 有適當的導師 和適當的練習器人 使用的槍枝 玩具槍絕對是安全的 這個國際賽 由澳門的射手蘇士文贏得 公開組和標準組 都是由香港代表包辦三甲位置 本地氣槍界中環了二十年 公開組奪得貴軍的何詩糕 以往都出席過不少國際賽事 他就分享了怎樣可以成為頂尖的射手 其實射擊運動 其實是比較一個個人的運動 雖然他說都是一個比賽 但每個人都是個別去作賽 即是不需要你是一個對抗性的運動 去跟別人去競爭 是自己純粹是靠自己的發揮 發揮得好的 你就打好這個成績 變成吸引過 因為我個人比較不喜歡跟別人競爭 太重要的那些 變成這個運動就是給予我們 我發揮得好的話 我就可以拿到一個好的射手 變成這是最吸引的人 其實如果想打得好 其實這是一個運動 運動一定是要有很好的體能去支持的 其實很講求的就是爆炸力 變成我們其實除了打射擊運動之外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體能運動 即可能又做一下健身 或者做一些耐力訓練 即跑步等等 射擊這項運動當然不單止是男人的玩意 近年亦多了女性挑戰自我投入這項運動 今次最大的特色就是男女混合對戰 兩射手門的表現都不實力 我喜歡這個活動 其實就是很多年前 我先生和他的朋友一起說 不如報初班吧 當我們忽發其上 我就說 好 我又要玩 一直跟著他們玩到今時今日 其實很多位朋友 對他們都現在沒有玩 但我就是慢慢愛上了這個活動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運動 也可以訓練我的EQ 又有訓練我的專注力 又可以短暫地訓練我的爆發能力 這些都是令到我對這個活動 令到我更加越來越吸引我的地方